台中发生公安意外 4号上午11点多 天然气公司的包商在城公路进行瓦斯管线检修工程 发生重大公安意外 5名工人缺氧昏迷受困地下喊动 被救出的时候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索性经过送医抢救 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老师长卢秀燕也前往医院探视伤者慰问家属 期盼在大家的急气之下 伤者都能尽快的脱离险境 城公路现场不断的洒水 稀释寒冻中瓦斯浓度 4号上午11点多天然气公司的包商 在进行瓦斯管线的检修工程 而发生了重大公安意外 5名工人因为缺氧昏迷而受困寒冻 对 里面大概有多深 里面大概多深哦 我这样子目测大概2公尺左右 所以这5个人都是在地下里面在适合 对 5个人第一时间我们发现的时候都是在地下里面 那发现他们的时候5个人都已经昏倒了吗 对都已经昏倒没有意识了 消防队获报后立即出动 救出受困的5人但无神秘迹象 分送了多家医院抢救 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不过都还没有恢复意识 而台中市长鲁秀燕也道愿关心 并未问家属 寒冬里面都有这些瓦斯 那这些施工的单位雇主应该要判断说 有瓦斯存有的状况 应该要做好抽风 也要顾励到劳工下去的相关的安全设施 那这个部分啊 这个雇主我们也会在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会依法来做处罚 劳工局长等人也重回现场勘察 也发现明显有管理上的疏失 而市府已经先勒令停工依法处分 后续将由台中市劳动检察处 以及警方等单位进行调查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